Bosso, Radus!大家好,我是Mirabelle。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啊,继续练习简单将来时的用法。 上节课请同学们猜猜一个页语,页语是Etre-Toi-le-Ciel d'Etre. 这句话什么意思?有人现在知道吗? Etre-Toi-le-Ciel d'Etre,意思是自助者天助。 说的大百话一点呢,就是你要是自己肯努力的话,上天也会帮你的。 Etre-Ti是动词帮助,Le-Ciel,天空。 这里呢,Etre-Toi是命令式,是副动词City,有自反的意思,就是自己帮自己。 所以这句粮语要是按字面意思理解,就是帮你自己吧,这样老天爷也会帮你的。 属于励志型的粮语啊。 好,那我们先来回忆一下简单将来时的动词变位。 现在我说两个词,同学们想一想,他们的将来时是怎么变的。 第一个词,commencer,commencer什么意思啊?开始。 第二个词,être,这个是是对吧? 好,现在呢,你心里啊,默默念一下。 念好了,我们翻看下一页PPT的答案,看看你说对了没。 好,我们翻译一下,一起念一下,commencer的将来时。 怎么读呢? 来一起念,je commencerai,tu commenceras,il commenceras,elle commenceras,nous commencerons,vous commenceray, ils commenceras,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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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ceras,右边呢是être的变位,注意一下,être是特殊变位,这个怎么念? je serai,tu seras,il sera,elle seras,nous serons,vous serai,ils serons,elles serons,怎么样? 之前大家心里想的是这样的吗? 刚才啊,心里念对的同学啊,非常值得表扬,没有权说对的同学要再接再厉,争取能做到脱口而出,不要打扮。 你们看啊,老师在这里面例举的词都是很基础,非常常用的词汇啊,绘画的时候啊,很可能就会碰上, 所以给大家提个要求,就是课堂上例举的词汇当作重点来记忆。 我们刚刚啊,看完了词儿,现在呢,说说句子,请大家看下一页PPT上的漫画, 告诉我话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里面的人都说了什么。 好,来念一下啊,这里面有一个人哦,那个男的,看上去像是爸爸,对吧? 说,这也,我刚才叫我叫做巨项,我会称的项目,我会称的项目,我会称的项目, 我们会称的项目,我们买到一庹房子,我们会称的项目, 看到了吗,原来是爸爸升职了,要当director了 对好请万丈的给家人描绘美好的未来 说哎呀,工资要涨了,会有间大的办公室了,可以买大房子了 里面,l'appartement是公寓的意思 之后呢,les enfants auront chacun leur chambre 每个孩子将有自己的卧室 shagen是代词,是每个人的意思 这里面请大家注意一下动词ashti,ashti,购买 动词原型呢,是没有中音符的,大家注意啊 但是在简单将来诗的时候,要在第一个er上加上音符 为什么呢,是为了发音 同学们先想一想,动词不定诗的ashti中间的er有没有发音呢 ashti,那个er是不发音的 但是把ashti变成将来诗,法国人会念 j'achèterai,j'achèterai 中间的er发出了a的音,那么你只有标上重音了 字母er才能发出a,所以ashti的将来是除了加词尾 词干也要加重音 当然像这样的辩位呢,是法语里面不太成见的 我们当做一个特地注意一下就行了 好,那么后面的对话比较简单 是妈妈的,对吧?妈妈说什么呢? je sera moins stressé je sera moins stressé moin是更少,较少的意思 它是形容词的比较急 具体呢,我们下节课会讲 stressé是形容词 意思是紧张的 压力大的 比如考试之前,你就可以说 je suis stressé 我紧张 好,再来看两个孩子 小朋友听到这个消息什么反应呢? 第一个孩子说 nous partirons plus souvent en vacances nous partirons plus souvent en vacances 第二个孩子说 on pourra avider nos copains on pourra avider nos copains 好,plus是更加的意思 souven是经常 所以啊,第一个小朋友是问 那么我们可以啊,更加频繁的去度假吗? 然后第二个小朋友说 我们可以邀请朋友吗? 好,他在这里面啊,说了一个nous nous呢,是一个形容词 意思是我们的 我们说啊,学以言要听说读写 均衡发展 刚刚呢,是读的部分 那么现在呢,老师给你们放一小段 电影原生 大家听听这里面出现的将来史 这部电影叫 父亲的荣耀 La Gloire de Montbert 给大家播放的这一段呢 里面有两个小男孩 一个叫Marcel 另一个叫Lily Marcel她呢,住在城里 夏天和家人到乡下度假哈 然后认识了Lily 两个人关系挺好 后来暑假结束了 爸爸对Marcel说 哎走,咱们得回城里 但是Marcel呢,她玩得很high 不想回去 所以偷偷和Lily商量 怎么样才能留下来 现在你们听的呢 就是他们商量的这一段 同学们可以结合啊 后面几页PPT里的字幕 特别注意哪些词 用了将来史 Mas non ermites 这些人们是人在沙汁 人们从沙汁里拍摄 人们从沙汁里拍摄 但是方向他们饭 同学们,看完了后感觉如何啊? 是不是觉得在法国赚钱真容易啊? 卖几只兔子就能变成白羊富翁啊? 好,那我们呢,现在来总结一下 他们刚刚说到的将来时的句子 看看同学们还有没有印象 请大家注意一下PPT啊 有哪些话呢?我们来读啊 第一个 什么意思啊? 他说,是Marsel说的,对吧? 他说他要去找卢索 用了将来时 后面呢 是一种豆子,鹰嘴豆 那法国人经常会吃 这里面 Planter,种植的意思 J'apprendrai J'apprendrai 我学呗,还有印象吗? 什么时候他说这句话呀? Lily问他,那你会煮豆子吗? 他说,我可以学呀 J'apprendrai 下面一个 Je pourrais faire deux fois plus de piège Je pourrais faire deux fois plus de piège 这是Lily说的 干嘛呢? 他们在山上啊 就可以多设一点陷阱 多抓一点小动物 是吧? 好,下面 J'apprendrai la noitée à la maison Rapprendrai 它的意思是带回来 所以是 我会把一半的猎物带回家 那你要带回来什么呢? 肯定是猎物是吧? 这个 Jean 那个en呢 它就是带词 带的是猎物 好,下面 Et on pourra vantre le reste 我们可以卖掉剩下的 注意 Pouvoir 能够 它的简单将来是 特殊是 Bourra 好,下面 也是Bourra On pourra aussi vantre les escargots au marché 还可以干嘛 买蜗牛 因为什么法国人是蜗牛 对吧? 好,下面 On achèdera des piège à la pain 出现我们刚才说过的 购买 acheter 变成 On achèdera 好,最后一个 Ce sera au moins 5 franc 至少能持五个法郎 at 变成四 好,同学们啊 你们要注意一下 对话中有的词啊 它跟简单将来时的关系呢 比较暧昧 请同学们区分一下 你看一下PPT上面的句子啊 PPT上第一行是什么 et je vais m'agressi dans la grotte 这句话是将来时啊 但是它是最近将来时 对吧? 我们上节课有讲过 好,下面呢 je le ferai 你真的要这么做啊 和 j'aimerais bien moi que tu reste 我很乐意你留下来 注意 这两句话的动词 ferai和aimer 听上去和将来时相似 但是两个动词结尾有s 发音是ferai 比将来时口型略大 它们不是将来时 是一种语式叫条件式 就好像之前我们接触的 je le ferai 我想要一样 表示的是语系的委婉 是说客气话 而不是谈未来 关于条件式 我们会在以后的课中 想谈 今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概念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学习将来时呢 自然而然会用到一些 跟时间有关系的词 比如你跟人家说 我什么什么时候 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在句子里 加一个时间复词 那么我们来看看啊 将来时常常搭配 什么样的时间复词 大家看一下PPT 第一行出现的词 都会念吗 bien du bien du 一会儿的意思 de ma de ma 是什么 明天 après de ma après de ma 是后天的意思 这些单词 都是时间复词 对吧 那么时间复词 在句子里的位置呢 比较灵活 可以放在句首 也可以在动词的后面 或者是句尾 比如你可以说 je reviendrai bien tôt je reviendrai bien tôt 我马上回来 或者 demain j'aurai un rendezvous avec ma banque demain j'aurai un rendezvous avec ma banque 明天 我和啊 我的银行 有个约会 我们再看 下面的表达方式 下面呢 就不是一个词了 而是词组 比如说 tout à l'heure tout à l'heure 同样是一会儿的意思 注意啊 它里面有一个 l'heure l'heure 是什么 是小时 对吧 所以啊 这个一会儿 它一般是 一个或者是几个小时 就是过几个小时 再往下看 下面三个词组的 开头都是 don 我们说don 它本来是 在什么里面 但是它在表示 时间的时候 是过了多久之后 的意思 比如说 是过一会儿 马上的意思 和上面说的 是近义词 但是区别是什么呢 时间特别短 几秒钟 几分钟最多 然后 是一个小时以后 是一个月以后 你可以说什么句子呢 比如 电影 一个小时后 开眼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prochain 有关的词组 prochain 是形容词 下一个的意思 它的音信形式呢 是prochain 下面这些词啊 都很好理解 la semaine prochaine 是下周 l'année prochaine 是明年 比如我们可以说 l'égé ou se tiendra l'année prochaine l'égé ou se tiendra l'année prochaine 奥运会明年举办 gé ou 是奥运会 l'égé olympique 的缩写 sé tenir 是副动词 举行举办的意思 注意啊 sé tenir的主语啊 得是 比如说 这里就是奥运会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了 最后来 大家我们来一起 做一道练习题啊 好 来看题 PPT上的 demain il est blablabla beau sur l'ensemble de la chine 好 你可以选题的是 a fra b sra si fai d iha 选哪一个呢 好 公布答案了啊 这道题 答案要选 a 第一个 我们首先呢 要看懂句子意思 这句话是想说 明天 中国总体上 讲是晴天 就是天气好 对吧 天气好 是怎么说的 但是我们不可以选c 因为明天啊 demain 出现了 所以它要搭配将来时 我们要说 demain il est blablabla demain il est blablabla 大家听懂了吗 一起做些练习 巩固学到的内容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我们的课呢 就上完了 下节课 我们将会学习法语的比较集 就是比较两者间的大小啊 多少啊 谁更怎么怎么样 那么作为预习呢 问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看看你们知不知道 你觉得是巴黎的艾弗尔铁塔高呢 还是上海的东方明珠电视塔高呢 他们两个啊 都是塔对吧 比起来哪个更高 好 下节课 米哈德老师会用法语告诉你们答案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à la prochaine fois